哇 小時候你看到的東西 食物自己種的 自己收成 然後到製作 然後到一起吃 這個東西我們都可以自己處理 跟小明講說 那我們就是自己來做 所以從麵包到圓餅等等的醬料 我們就開始 完全就開始就是 自學的手去學 孩子要透過 食物的味道 要記住自己的族群的味道是什麼 你如果沒有給它 它不是獨來的 也不是練來的 而是在日常生活被建固起來 小米其實在我們在部落當中就很常吃 小農他們讓小米很生活化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吃到 就跟我們以前過往一樣 它就是一個非常日常的主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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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